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了吧 还有 能补动吗 试试啊 啊行 在这住一晚 就是九九一大 多少钱也得一万 这个大的车是四百多 小的车是三百多 能住几个人 这个车我看能睡 两张双人床 然后两张单人床 四个人四个人三百多 你看你怎么睡了 那你两个双人床 他这个房间 最多能睡六个人 最多能睡 三百多块钱是吧 这个四百多 小的是几个 最多能睡四个人 少一张双人床 就一个双人床 两个单人床 不知道 哦 只有四个人就是 自己烤肉是吧 自己带的单人 带东西 烤肉吃的喝的 哦 这个是单人床 这个是单人床 这两个单人床 上下的 还有洗水间 还有洗水间 在里面 应该没有冰箱吧 这是冰箱 这小的 好不够 要不你先把它好好挂一下 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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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好够 那是好够 这够我打开 双人床 不是 你说两张双人床 这个沙发身体就是一个 哦 这个也是 哇 这可以啊 这个 这睡两 这 这不睡的话 这还可以睡 四个人 这不最多睡六个人 一个人,就是睡四个人也挺划算的 四个人也划算,一个人一百万钱 就是吃饭咱自己解决是吧 应该是吧,他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吃饭 你们外面不是有个餐厅吗 有餐厅 这应该是一个 空球 电视 还有拖鞋什么之类的 饮料 喝的 喝的也是他自己这边 喝的只有这些 这些是 这些是咱们带的 小边看到景区里有很多小院子 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个房车 院子里有很多很有情调的桌椅 还有鞦韆等等 很多游客慕名从青岛主城区开车赶过来 准备在这里住一晚 他们有的还自带了一些食品 准备晚上搞个烧烤 小边发现还有一些韩国人慕名过来体验 小边了解到房车营地还有专门的餐厅 他们这里一共有23个房车 现在三四百块钱一晚的房车都是在搞优惠 清明假期过后价格就没这么便宜了 好 好 好